第42题 42-43是一个题组 将甲乙丙钉4根实心金属棒接上电压 并测量通过的电流 得到的资料绘制如诱图关系图 回答42-43题 42题问说 当将4根金属棒并连后接上电池 如诱图所示 请注意图中4根金属棒的长短及粗细 并未依实际比例绘制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甲乙丙钉 这四个金属棒是并连 并连是跟一个三个串联的电阻并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电压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以甲乙丙钉的电位差应该都相同 所以A说甲的最大是错的 那么B选项说通过钉的最大 我们看到前面给我们的关系图 我们并连的时候电压一样 所以我们直化一刀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钉的电流 应该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的B选项也是错的 B选项也是错的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然后我们的C选项说 将甲拆下之后 通过的乙的电流会变大 把甲拆掉之后 乙还是并连在这个电池组上面 它的电压是一样的 它的电阻是一样的 根据V等于IR 那么电压一样 电阻一样 电流也会一样 所以它的电流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那么把乙拆下之后 比两端的电位差不变 对的 因为两端的电位差 还是这个电池组的电位差 因为它跟它并连在一块 所以它的电位差是不会改变 因此我们第42题的答案 要选人是珠 42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若把乙拆下 则丙两端的电位差不变